各位表演好久不見 我是小三 過去這一年裡 獨立字表在整個鐘表圈的討論度越來越高 那在這些被討論的品牌裡面 其實有很多台灣人可以看得到 那我今天要去拜訪的就是 經營獨立品牌最多的 Swiss Prestige 威瑟所開的全新概念店 講到這個可能就有人覺得奇怪 威瑟不是已經有一間MAD Gallery 了嗎 沒錯 但是MAD Gallery 它主要是駁 MB&F 這個單一品牌 其他品牌在MAD Gallery 它只能有一個小小的櫃位來展示 實在很可惜 所以威瑟他們決定在大安路這個巷弄裡面 找了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來呈現他們的全新概念店 美中Swiss Prestige 威瑟實際光浪 為什麼會說這個地方特別呢 首先是在走台路上就會有點疑惑 這地方真的有錶店嗎 那不像一般的錶店它開在行人很多的大街上 這裡就是一個居家的巷弄 一路上會經過公園綠地 咖啡店、品酒店 甚至還有寵物美容 感覺就像平常下班走回家的路 是帶著一種放鬆 而且不會被打擾的心情來的 不只是這個location特別 走進店裡的感覺也不太一樣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是開幕記者會 人蠻多的 但我還是不會覺得這個空間很擁擠 其實整體還蠻開闊的 繞一圈之後你會發現 錶櫃沒有很多 它不像一般的錶店那樣 把錶放好放滿 反而是更注重整體輕鬆放鬆的氛圍 像是這個中間的整個空間 它就都沒有放錶 只放了一張沙發、插機還有休閒椅 再加上這種整體的暖色調燈光 我自己覺得比起一般的錶店 這裡比較沒有壓力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 走進來就一定要看錶的束縛 當然來到這邊 最主要目的還是會想要看看錶 美中的Swiss Prestige 它總共有多達11個品牌 像是Armin Strom 它最有名就是利用音學的共振原理 讓雙百輪在油飾的縮放過程中 相互影響 來達到走時頻率很一致 而且精準 另外還有TAPEC 如果你對錶王百達費利的歷史 稍微有一點了解 就會知道它最一開始是叫PATEC TAPEC & C 其中那個TAPEC就是這個TAPEC 會被PP看上代表它的技術真的很棒 它們在當時就是以細膩的工藝組成 像這款七日煉星期顯示腕錶 機星做得這麼細膩 甲板又有自己的風格 卻只要價60幾萬 是被很多Hardcore玩家看好的未來之星 還有這支FertinumBusuk新推出的天文台外表 它是用古典懷錶的風格下去做 所以版路的配置就很獨特 它打磨也很細緻 也有古典味 更重要的是它還採用圓柱型油石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見 而且又很高端的配備 還有浴火重生的HYT 到現在它們都還是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用液體來顯示時間的配牌 在疫情期間它們有暫停一陣子 但它們新的主事者是之前 蒂舵和萬寶龍的設計總監 它保留了HYT原本的毛細管 還有波紋邦譜這些元素 但是它把整個錶殼 殼型經過重新設計 乍看之下好像跟原本差不多 但實際戴上手你會發現 它比原本更適合日常配戴 也不要忘了WASO還有代理工藝頂尖的Groobel4Sign 所有的零件都要經過手工打磨 有些零件甚至要15個小時的修飾 才能符合平台標準 那這樣一支錶可能要好幾個月才能出場 除了在遵循傳統的同時 它們也持續創新 像這支GMT Earth 它不只有GF很知名的24秒托飛輪 它同時還搭配了一個 配合地球自轉速率的 立體地球世界時區 不管是在視覺還是內涵上 都是頂級享受 偶爾會想要來看一看的地方 來看看它哪裡做了一些小改變 或是進了什麼不一樣的錶 那除此之外 我現在做的這個 維碩實際光榮的VIP Room 它有一個其他的錶店 或是專賣店都沒有的特殊用途 但我現在不能跟你說它是什麼 只有你自己來才能體驗得到 與其說它是一個錶店 我覺得它更像是一個 可以讓人放鬆的Launch 開場使用作品 我現在可以做的